最近,3I阿特拉斯可能撞击地球的消息 在各大平台此起彼伏 随着更多观测数据的公布 事情的走向愈发离奇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这颗星际天体似乎在回应人类 每当科学家在新闻发布会上 公布关于它的研究结论 它就会立刻调整自身状态 仿佛在刻意隐藏真实身份 所以,3I阿特拉斯究竟是什么? 是一场罕见的宇宙奇观 还是披着彗星外衣的外星飞船 今天,我们就将所有线索串联起来 揭开这颗神秘星际访客的面纱 在阿特拉斯之前 人类曾发现过奥默默和鲍里索夫 两颗星际天体 但阿特拉斯的怪异程度远超前两者 堪称指数级上升 普通彗星靠近太阳时 会因受热升华形成长长的彗尾 随后沿着可预测的引力轨道运行 可阿特拉斯从被发现的那一刻起 就像一个无视交通规则的飙车组 它的初时速度约为26公里每秒 随着不断靠近近日点 速度已飙升至68公里每秒 更反常的是 它的运行轨迹 完全不受太阳系内天体引力主导 天文学家一眼就断定 这绝非太阳系内的天体 而真正让科学家困惑的 是它身上一系列 无法用现有物理学解释的特征 首先是第一个谜团 它发出的神秘绿色灰光 通常这种颜色 来自双原子碳气体在阳光下的分解 本是彗星常见现象 但通过光谱分析发现 它身上双原子碳的含量 远不足以支撑如此耀眼的绿光 这意味着两种可能 要么存在人类从未见过的气体混合物 要么它内部正发生着 我们无法理解的化学反应 这层绿色灰光 就像一件厚重的神秘外衣 让人类始终看不清它的真实材质 接着是第二个谜团 它的化学组成成分 太阳系内的彗星主要成分是水 冰 岩石和冻结气体 且二氧化碳与水的比例极低 比如罗塞塔探测器研究的67P彗星 水的含量是二氧化碳的5到10倍 可阿特拉斯的核心驱动力 竟然是二氧化碳 它的二氧化碳与水的比例高达8比1 是有史以来彗星中记录到的最高值 这就说明 它的老家比太阳系冷得多 只有在那种极端低温环境下 二氧化碳才能大量冻结 然后是第三个谜团 反常的光线信号 当阳光照射到阿特拉斯的尘埃上并反射时 其传递的光线信号 与人类观测过的所有彗星都截然相反 这说明 构成它汇发和汇尾的尘埃颗粒 无论是结构还是成分 都与我们熟悉的彗星完全不同 这些尘埃可能是蓬松脆弱的冰晶 也可能含有太阳系中罕见的外星物质 但具体是什么 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最后一个谜团 也是最核心 最引人遐想的 它能像幽灵一样 零推力飞行 任何一颗彗星向外喷气时 都会产生反作用力 把自己稍微推离 纯引力轨道 这种推力虽然小 但我们肯定能测出来 可阿特拉斯呢 它有那么大的绘法 那么长的绘位 显然正在疯狂排气 可天文学家测了几千遍 结果都一样 它的飞行轨迹 平滑得像个幽灵 一丁点被推力影响的痕迹都没有 对于这种不可能发生的现象 科学家给出了两种最有可能的解释 第一种可能 阿特拉斯质量极其巨大 它的汇合直径可能超过五公里 重量达三百亿吨以上 也就是说 比珠穆朗玛峰还重好几倍 只有这样 气体喷射的推力 才无法撼动它的轨迹 如果这是真的 那阿特拉斯将是人类有史以来观测到的 闯入太阳系的最大质量星际天体 第二种可能 它的气体喷射达到了完美对称 可以想象成一个球体 从所有方向 同时以完全相同的力量向外喷气 如果阿特拉斯的喷射 是这种经过完美平衡和协调的状态 那也不会产生静推力 不过这个可能性 就把阿特拉斯推向了 可能是非自然天体的方向 但不管是哪种解释 都让阿特拉斯进入了极其不寻常的领域 一个这么大的天然彗星 或者一个喷射方式 如此完美的天然彗星 不管哪种可能 都超出了我们以往的认知 当一系列不可能堆在一起时 我们就不得不考虑 那些曾经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可能性 于是引出一个很大胆的猜测 阿特拉斯可能不是被动的自然天体 而是活物 甚至有可能正在和我们互动 最新消息显示 阿特拉斯似乎在根据我们的观测 还有公开发布的研究报告 实时调整自己的行为 咱们来看两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巧合 第一个巧合 水信号的突然爆发 2025年8月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观测数据显示 阿特拉斯是一个以二氧化碳为主的干燥天体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全球天文学界 可仅仅几周后的9月 NASA的宇宴天文台和其他地面望远镜突然探测到 阿特拉斯开始以每秒40千克的惊人速度喷射水蒸汽 这个喷射量相当于一根全开的消防水管 而且当时它离太阳还很远 本不该出现这么剧烈的升华现象 最关键的是 这么猛烈的水汽喷发 依然没对它的轨道产生任何可观测到的推力 这看起来就像阿特拉斯听到了我们的议论 立刻打开水龙头 展示自己有充足的水 同时还能用超越我们理解的方式 完美控制住喷射带来的推力 如果是工程造物 这能解释成调整 可在天然彗星上 这种先有报道后做修正的行为 巧合得让人不安 第二个巧合 涅铁比例的突然变化 最初的光谱分析发现 阿特拉斯的汇发中含有原子涅 却几乎测不到铁 这在宇宙化学中可是个巨大的警报信号 因为涅和铁在超新星爆发中是一同形成的 在自然界里总是如影随形 比例也相对固定 只存在涅却没有铁的现象 让很多人 包括哈佛大学天文物理学家阿维勒布在内 都怀疑这可能是某种工业流程的副产品 就在大家观测到这个缺铁异常 怀疑它可能是非自然天体时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欧洲南方天文台的甚大望远镜 再次观测阿特拉斯时 铁元素突然出现了 而且 涅和铁的比例 迅速从极端涅主导调整到接近太阳系彗星的正常水平 这又像一场精准的表演 仿佛阿特拉斯的控制系统监测到了我们的数据和讨论 意识到涅铁比例的异常会暴露它的非自然属性 于是立刻调整排气成分 释放出含铁化合物 好更好的伪装成一颗普通彗星 以上这些阿特拉斯的异常行为已经足够让人震惊了 接下来还有更刺激的 国外有个视频博主 把所有关于阿特拉斯的公开数据 输入到埃隆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Grog里 让他以阿特拉斯可能是外星飞船为前提 做开放式分析 Grog不仅确认了咱们上面说的那些时间巧合 还独立提出了一个识破天经的假说 阿特拉斯可能在利用汇发中的氢化物 向我们发送信息 数据显示 阿特拉斯正以每秒20克的稳定速率喷射氢化物 Grog推测 这种稳定的氢化物喷射就像一个载波信号 而真正的信息可能编码在喷射的微小变化里 比如时间调制 通过短暂的喷发和暂停 形成类似摩尔斯电码或二进制101的模式 或者光谱调制 通过细微改变氢化物中碳、氮的同位素 让光谱发生细微偏移 再或者空间调制 阿特拉斯有个很奇特的 指向太阳的反向会尾 它或许能通过控制这个喷流 在太空中书写几何图案 有点像宇宙级的麦田怪圈 当然 Grog这个阿特拉斯用情化物传递信息的猜测 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科幻加工 它的推测只是对目前探测到的模糊数据的另一种解读 具体对不对 有多少可信度 现在还没法考证 不过 咱们暂且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假设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 阿特拉斯可能会向我们传递什么信息呢 是简单的我看到你们了 还是更复杂的我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甚至有可能是某种警告或预告 让我们做好准备 虽然阿特拉斯表现出这么多异常 但目前主流科学界 还是倾向于把它的所有异常 归结为我们还不了解的自然彗星现象 而且 关于大家最关心的撞击地球问题 也有了明确答案 3I阿特拉斯绝对不会撞击地球 天文学家 已经通过全球无数台望远镜 进行了数千次观测 它的运行轨迹 已经计算得非常精确 这是一条标准的双曲线轨道 简单说 就是有来无回的单行道 阿特拉斯只是个过客 绝对不会偏离轨道撞向我们 要是它真能偏离那么多轨道撞向地球 那它肯定是外星造物 而且还是怀有恶意的那种 不过真到那时候 我们再知道它的真面目 也为时已晚了 好在大家可以放心 阿特拉斯会在2025年10月29日 抵达近日点 之后就会掉头开始告别之旅 但这个过程远比我们想象的漫长 它不会像电影里那样 搜一下就没了 未来几个月到几年 是它离开内太阳系的时间 期间会迅速变暗 逐渐飞过木星 土星轨道 接着穿越外太阳系 这得花数十年时间 之后才能越过海王星轨道 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 行星系统的边界 要说它真正飞出太阳系的引力范围 可能需要数千年甚至更久 直到彻底摆脱太阳系最外层 奥尔特云的微弱引力 到那个时候 关于阿特拉斯到底是什么 或许就能解开谜题了 我们可能会得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 这取决于阿特拉斯的最终表现 如果他的行为直到最后一刻 都无法用自然法则解释 甚至在离开时 做出更惊人明显非自然的操作 那他可能真的是一个沉默的星际勘探者 不过到那时候 人类也没什么办法 只能眼睁睁 看着他悄悄来 悄悄走 我们能知道的 可能只是我们被观察过 被记录过 阿特拉斯带走了 关于这颗蓝色星球 关于我们人类文明的所有数据 或许他还会给母星发一份报告 报告里人类会被怎么描述 是被既为喧闹而原始的文明 还是被标记成有潜力 值得未来再次探访的邻居 其实仔细想想 阿特拉斯的出现 更像给人类提了个醒 在浩瀚宇宙里 我们对未知的探索才刚刚起步 那些现在无法解释的现象 或许是宇宙给我们的思考题 提醒我们保持静位 持续探索 毕竟 只有不断揭开宇宙的奥秘 我们才能更清楚 自己在星际中的位置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对阿特拉斯 有什么大胆猜测 或者还想了解哪些宇宙奥秘 评论区告诉我 咱们下期接着聊